今晚开战吧 笑得这样 怎么了 刚出来分享一下 没有 佛老婆传简信给我 说她刚刚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就看到对面有一个人 是认识的 就跟她打个招呼 这个打招呼 一台车就停在她前面 然后窗户打开 小姐要坐车吗 她看我老婆也没什么反应 她才看一下自己的车 不好意思 我看有人招车 我还以为我今天开的是继承车 这个世界就世界很敬业 我没有职业病 太职业病了 真的 所以观众朋友 你是职业病上身出球好丢脸 还是说 不应以为傲 我职业病 我骄傲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 随时随地都维持录影模式的 职业病医人代表 谢谢 我这边是那种 随时随地就是上班 上班状态的 上班状态的职业病的各行 各业部代表 有没有提 对啊 这个做错就是很清楚 就是她是职业的家庭主婦 对啊 什么啦 你那是医生耶 对啊 没有 她今天做家庭主婦的 对 职业代表 还有小花也欢迎 威水也欢迎 对 威水也欢迎 那小花是什么的代表 英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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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老师身材一定要这么好 没有 我问的是贵哥 对 贵哥是什么 站柜 有男生站柜 很多 有很多 要够帅才可以 真的喔 我男生有站柜也有出柜的 喂 都有都有 对是没错啦 看哪种 像我们这种长相要去赞 人家不给赞 你算帅的啦 可以啦 我可以了是不是 可以啦 对于正常上班农坦说了 每天至少有八个小时的 正常工作时间 这八个小时其实占据 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 是 有些工作本能本来就是升职人心 就像是便利商店店员一样 听到那个 他们的音效就会忍不住 欢迎欢迎 对 还有一个女网友 目前就在网络的社团发文说 自己老公是职业军人 不得了了 从女儿学走路开始 对 就不放过他了 对 动不动就是要女儿对脚步 什么是一 什么一是左脚 二是右脚 一二一二 每天要这样子啊 谁受得了 做板单只能做三分板 这个真的是职业病 而且甚至他在帮女儿梳头的时候 都要女儿 撒屁 太誇張了 真的假的啦 重的 我妈女儿压力一定很大 对啊 像我妈就是这样 我们以前小时候家里开早后店 对啊 然后会常常收到那种假钞 过年一些酥酥薄薄薄来 会不会包红包啊 就习惯性 来 拿过来 我看一下 好书敌喔 帮她是假的 帮她是假的 真的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很多的职业病 我们会甩就甩不了 所以一开始要问大家 甩不了的职业病一切都是因为 我们做事太认真了吗 请举牌 太认真了 我也举了 真的 就像是有时候我们在追剧 你在看剧 我们看的不是剧 我们看的是她的工作人员 有没有蹦 有没有穿 对 演员的服装干什么 有没有联系 对 是喔 那么认真 超认真 你去听演唱会 你是不是也在听她的peach 然后看她麦克风用哪一个牌子 然后歌手是那个什么五官 没有 我是去感受现场的氛围而已 那你就没有职业到夺了 对 你要拿出你的专业 对 像座座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她看的不是女生的五官 她看的是赚钱的地方 对 像妇产科医生 那每天看女生的重要的私密处 她看久了真的 会不会就倒阳了 她们不认得那个女人 那个女生跟她打招呼 她不认得 她要把裤子脱下来打开 对 你是上次那个 我 对 太好心了 对 我跟你讲 你 你开心 我开心 很开心 我好像喜欢听这种笑话 对 这好高级 之前华丁出上的演员就表示了 就是杀青之后 还有妈妈嗓的这种职业病上身 像欣如他去日式料理用餐的时候 都有那个吧台师傅地上毛巾 他就会脱口说 不好意思 对 就受不了 对啊 那景华也是 看到人家酒杯有剩酒的时候 倒酒 妈妈上的那种 会劝酒 喝啦 你把喝完嘛 还剩酒这样 就是会入戏态所 演戏的时候 要进入角色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会变成那个状态 然后会忽略到 你要过正常的生活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揣摩个角色 那个角色有点这个自闭的倾向 我为了要揣摩那个角色 我其实有找了很多基金会 然后跟很多星星儿的小朋友 然后每天在一起 然后我也看了大量的纪录片 跟所谓星星儿心里面 在想什么的书 有 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 要让自己就是可以理解他们 然后当我在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真的 我脑海里面就只有我跟我自己 明明就是当下大家 就像现在在录影 然后我也是坐在那边 可是我没有在听你们 然后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当我意思回来的时候 我想要加入刚才那个话题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怎么了吗 对 就会一直这样子 然后就是如果有时候 那个角色可能是因为体态上 要有变化的话 我就是会忽胖 然后忽瘦 我记得有一次瘦到最惨的时候 有一次就出来 然后体脂全部降光了 有一个导演看到我说 邓慧你怎么了 你是最近身体有问题吗 是生什么重病吗 怎么会这么憔悴 然后我就说没有 然后说你该不会是吸毒吧 因为我是整个已经变骷髅头这样 有这次你还很瘦 对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对身体是说造成伤害 没吃毒 手散啦 手散啦 或者进入角色会遇到这一些 这一些职业病之外 其实有时候拍戏拍久了 导演不是会常讲那个 5 4 3 2 1 Action 对不对 在家的时候 每次我老婆在管教小孩 你再不乖 我数到3喔 3 2 1 然后我就 Action 然后 我今天很快就会打死耶 你灌死了嘛 然后我老婆说 你在想什么 我在教小孩 你在想什么 然后小朋友在 哈哈 好白目 就那个当下那个我演就没了 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会 比如说因为摄影师都会 有喊5 4 3 2 1 都会出外形的摄影师 然后当你请他帮你拍照的时候 他也是会从5开始喊 拍照还要 有说来 我帮你们拍照 来 5 4 3 我说你可以 从3就好 职业病松疗这样 因为是最近开始拍戏 我才知道拍戏会这样 就是我 因为我是拍八点档 所以我需要 剧本会非常大量 所以我需要一直在背台词 然后比如说我们朋友 这样一群在吃饭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默默一个人 在边吃的时候边说 因为你不能讲出声 别人会发现你在干嘛 所以你只能摸嘛 但你的表情会一直 然后旁边的人就会突然看到 你的声音说 真正希你在干嘛 没有 我在背台词 不好意思 吓到你们 然后因为曾经有一个演员 跟我说哭泣是可以训练的 就是你可以训练你的眼部肌肉 让它充满泪水 你就会很容易掉眼泪 所以我回家很多的时间 我就是在训练我的眼睛 所以有一次我也是跟家人在吃饭 我在吃一吃的时候我就这样子 一直在训练他 一直在训练他 然后我就开始一滴 两滴 三滴 四滴 我就这样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我朋友就回头看到我的时候说 你怎么了 我就说没有 我真的没事 我只是在训练哭泣 就是周遭的朋友都会开始 我以为我生病 我有忧郁症 对 因为我常常会做一些 然后再跟小鬼通灵 对 我曾经有一次最夸张的是 因为我那一部戏是演 连体音要被分割 然后分割之后 爸爸说他要保姐姐 气妹妹 就是我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 一桌子的人在吃饭 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要放弃了 我听到放弃这个关键字 我就哭了 我就哭了 我说 你为什么要放弃我 你为什么要放弃我 我真的大哭 因为我那一阵子太入戏 我还走不出来 你看国外一些演入戏 他也算不是就抽离不出来 就自杀了 小丑 那个 很多是这样子 对 真的是要多跟朋友去问 请问我也演过那么多部戏 我都演一部 我就臭一跳 你能不能说 以我这个年纪的体验 我要演哭戏可以 但是年轻的时候要演哭戏 真的很难 因为你没有那种 那种经历 那种经历 你看现在叫做做演哭戏 还是要想到她的婚姻是 她就 我如果哭出来 就冬地了 我都不能哭 我一直瞎 我哭出来 哭出来 因为我之前也有当过 購物台模特儿 所以我很习惯秀商品 然后秀商品 就是会拿在脸前 这样子嘛 这样子秀 然后我们拍戏的时候 也会要求要置入 但拍戏的置入就是 比較生活化 就是拿出来说 爸 这真的对立就厚 就是这样子 但我一拿出来就说 爸 然后我那个商品还针对摄影机 爸 这对你的过头真的很好 你一定要吃 讚 然后那个导播就咖 这些你是在当购物台吗 就是你一时那个习惯改不了 而且我还拿脸 离我的脸很近 爸 你一定要吃看看 对 他已经无用了 他一直这样拿着这样 就是这个习惯改不掉 职业病了 职业病 像之前那个林志玲也是 她演戏的时候 你看 你会发现她有很多 那个模特儿的动作 都会做 会 可是她出来 靠在门旁边 她就会很自然的 那个手就会 脚一定会这样子 不用啊 就是比如说靠着 你可能就一般女孩子就靠着 对 她没有她就很自然的那个手 我就会 职业病 就是职业病 所以这个网友 还有哪一些超狂的职业病 我们来问一下希杰 好 就是生活周遭尽量吗 我们整理出来了 四个让网友们公认 最搞笑的职业病 包括有这个职业军人的男友 他常常会喜欢说 回到家之后 记得跟我回报 还有在这个诊所的会台人员 递健保卡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说 隔壁领药 好 再来第二名是小学老师在厕所 听到敲门声的时候 会说请进 还有第一名就是服务业的人员 听到欢迎光临的时候会跟着喊 不然就是会鞠躬 以上四个给大家参考 OK Weser也是高居榜首这种服务业人员 你有这样这些症状吗 就像电话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 就是要讲说 某某某你好 鼻心臟高兴为你服务 可是这是久了之后变习惯 就像自己手机响的时候 我们要接起来 也会不自觉地讲出 某某某你好 鼻心臟高兴为你服务 然后想说奇怪 这是我的手机啊 然后看了一下 然后说喂 就瞬间立马回声 喂 然后对上就一直笑 然后我从服务业跳到珠宝业 然后中间就会有一个 就是我以为我还在服务业 过度期 对 算过度期 这时候就电话来了 然后我就很顺手直接接起来 Guess你好 鼻心臟高兴为你服务 然后我就立马 看一下每个人 然后五秒过后 大家狂笑爆笑 因为我已经忘记 我现在在竹宝店 在竹宝店 但是我讲的是服务业 对 对 对 就很难改 刚走换跑道了 我觉得像我有一次演戏的时候 也是这样 有一个演我老婆的人 然后我在家里泡茶 那天朋友很多在家里 然后他突然就要电话响 我就接起来 老公 我说 怎样 什么事 不对 我老婆在另外一个区块 对 这个是谁 我们戏里面的老婆 他叫我老公 你现在是在讲一个 你珠宝的故事吗 对 我们好像有点和个好家 故事 故事 那你现在是在珠宝店是不是 对 有换过去一段时间了 刚进珠宝 服装比较好穿 还是珠宝比较好穿 这个算商业机密吧 感觉珠宝比较好穿 所以你个人抽成的话 是哪一个比较多 珠宝吧 对 珠宝 对 不然你干嘛跳 对 没有 才不是为那么肤浅的原因 我跟你讲 那就是珠宝比较好穿 因为珠宝比较讲求 就是服务那方面要很好 然后所以我们在上班的时候 不管服务 口气 仪态 都会训练得很好 然后就会变成说 我像有一次跟朋友去逛街好了 然后不是都会有那个 大门都会打开 因为他平时是关的 我们就打开出去 然后结果就是我先打开了 然后旁边有人要出去 然后就这样打开 你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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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不知道请完多久之后 这个很绅士 对 因为后面就很多人 很多人 就他一站就到天黑了 因为我跟我朋友出去 他在后面他在拍我 我就说干嘛 然后他就说 你要出去了 就是我忘记我朋友还在后面等 因为我们已经 我们本来是第一个要出去的 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 很习惯的跟同学打招呼 然后有时候同学就在坐 因为我教大学 然后他们坐在那个走廊 旁边的时候就会 你这种 因为大学生都 爱死你了 他们都觉得我是学生 不要说 我要请他去我家当家教的 我也是教老师 那不是是教的吗 那先来我家好了 可以 然后学生就会 跟别的老师打招呼 然后我就以为他在叫我 我就跟他说嗨同学 结果我发现 他是跟其他老师在打招呼 然后跟同学 或是跟朋友出去 也很习惯跟他们说嗨同学 就是已经习惯到 看到谁都叫同学好了 像有一次 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 就他们 因为太习惯了 会有职业病症是 只要听到别人讲英文 我就想要听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就是已经习惯到 他们讲什么 我都会想插嘴 然后有一次他们讲 就是他们也很习惯 我会纠正他们 所以我在听他们讲单字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单字 叫做Petrichor 我本来以为叫做什么 哲学思想 因为很像 结果后来发现是 那个出雨的芬芳 就是它雨下在那个土地上 第一次那个味道 就是这么哲学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跟老师聊天真的是很酷 这是他们问我的 他们觉得我会 但我不会 我就随便讲了这个 什么哲学思想 这样回他们 结果后来发现 根本就是乱回头 那你在听他在聊天的时候 如果他英文是烂的 用错文法 你会想要纠正他 如果不认识的 不会 因为英文还是要让他们有自信 所以我不会随便纠正别人 OK 不会像有一些 比如说厨师 他本来吃到 然后去别家餐店吃到不好吃 他把主厨叫出来 那个 那是不是比较是像我们的朋友 对 有主厨不见得会这样做 你这个不是职业病 就单纯奥客而已 对 小花老师课应该 人 同学应该不会旷课吧 应该不会 比较少 比较少 其实刚威学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不访问他 对 你说谁 还谁 贵哥 贵哥 有啊 有啊 我有 小花你互动很热烈 有热烈 落差 多多职业病应该多的 多的去了 是 我常年在花莲固定会去看着 所以我就会 我自己觉得自己在花莲 算蛮 做得蛮好的 我有名气 我有名气 是议诊吗 花莲 没有 没有议诊 是去赚钱的 我不是赚钱 你是不是要问 花莲抽成高 还是台北抽成高 这不是这个重点 就是 我们有一次去花莲海边 那很有名的一个海产店 那个打卡的那种网红名店 他去吃 他就跟几个朋友去 因为我很常去 我就说我来点菜 那海产店 我们点菜 是不是就要去那个柜 前面 冰箱 冰箱 还有这些海产就点 他点完以后 然后那个负责帮我点菜 就转头跟出口 说 那个名医先出 名医 名医 VIP 是 我想说 我在花莲 看诊 看那么多年 就是 也不算白看 大家总算知道我是谁 是 所以 然后我还 而且我还为他缺人 我说 你刚刚说哪里先出 他说名医 名医先出 我说OK 赞 赞 然后我就走回去 回去一看 真的超丢脸 他那个桌牌 他每一个桌子有桌牌 就像桌子有编号一样 他有个桌牌 上面 桌牌就是名医 所以 我那桌就做名医 并不是 怎么这么巧的事情 我跟你讲 真的 糗到爆炸 名医 对 骄傲的 名医 但是从此以后 我就顺理成章地 变成花莲的名医 对 而且都不去这家店 你现在不只花莲 你现在是全台湾的名医 是 对 这个是那个被误了 还有一次是不是 尴尬是我们在吃日本料理 因为你知道 现在日本料理不是都那种 吧台 板前 他在说很多 大家都小小声讲话 他就是旁边做 像比如说我旁边做大牛哥 然后这边做小话 那我当然 一定是往这边聊天 这间才有 结果大牛哥 就是一直问我说 周周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说 什么事 我讲 什么 想说应该不重要 结果他说 我下面真的很不舒服 你可以帮我 帮我看一下 小小声地跟我讲 就说 我一听说 你说什么 这么直接 太大声 因为板前寿司 其实大家很安静 好害羞 所以我不小心 直接说出专有名词 全部人都 他超尴尬的 我那有朋友 不是大牛哥 但是他就超尴尬 他一定恨死你了 他就说 没有 是脚趾头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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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拍戏了之后 后来就觉得 知名度很高 又走在路上 很多人都会认出你 但有一天 我就是特别不想 被人家认出来 所以我就戴了帽子 戴口罩 这样想说 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我了 我就这样走走走 走在路上突然又踩 所以 曾智希 我就想说 天哪 这样也认得出来 我就立马转过去说 怎么了吗 你叫我吗 你好 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尬聊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我在逛街 他说那你等一下去哪 我说我等一下回家 他说你要坐捷运吗 我说对 他说那我陪你 我说好啊 好啊 你们一起这样 然后就真的一起 到了捷运站之后 那个男生突然跟我说 你真的很漂亮 我可以跟你要连吗 他是搭讪的 那我想说 你不是认识我吗 你不认识我 那你干嘛叫我的名字 我就开始有点问号一大堆 我就说你认识我吗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叫曾智希 因为你的名牌贴在鞋子上 因为我这个名牌贴在我的鞋带上 他就说我就乱枪打鸟 看到一个漂亮女生走过去 看到这个名牌 我就说曾智希 看你会不会回头 结果我就回头了 然后我一直知道她是搭讪之后 我就说没关系不用 我就走了 这男的也太无聊了吧 这是很厉害耶 但我就是有个幻觉 他厉害的点在哪里 他是享受被搭讪的喜悦 对不对 不是 他就是敢叫出这个名字 就是你一般看到的人 提袋子在上面 你不会想要去叫他 因为真的很少有人 会把名字贴在鞋带上 我真的是忘记 我鞋带贴得超多个 因为我怕那个鞋带被别人拿走 我也有发生一个类似抄球 是 因为你也知道 南港刘德华粉丝很多 然后我常出外景 然后外景就是 很多相亲就会过来拍照 有一天也是在中南部出外景 就一个相亲过来说 可以拍照吗 这样子 我说有什么问题 展现南港刘德华的亲切感 然后就这样 来 哪一台来 然后就很帅 开始摆姿势 然后所有 那群叫我拍照 所有人就这样看着我 我就拍啊 拍啊 为什么不拍呢 然后很尴尬 然后拿着相机的那个人就说 你帮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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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真的帮我拍照 然后我就 我就默默地 笑一个 你希望甜不甜 很好 来 好笑 太尷尬了 你帮我拍照 那种时候帮我签名 帮我签名 然后最后她是拿那个 信用卡单给你签名 你都已经准备好 要签了 签在墙壁上还是什么 没有 是信用卡单 信用卡单 超级 这我们一人自带一人就是 好了吧 对啊 有时候职业病是会带 为生活带来乐趣 但有时候是会 为生活带来困扰 对 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觉得还有哪一些 金汶汤的职业病 谢谢 好 我们透过民调也整理出了 最害怕的职业病 像是第三名 就是听到关键字 就会有所反应 像我们刚刚就有聊到 比如说欢迎光临 然后会鞠躬 或者是听到明依 就会很开心 这样子 好 再来还有第五名 是超级会变脸 好 网友说这个 这个举动其实不是很OK 是因为感觉 对方就是一个人前人后的 这种感觉 所以比较不会交到朋友 好 再来还有第四名 是在非工作时间 遇到专业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 很不自主地想要去帮忙 就有一个网友分享说 他自己是老师 所以他常常 就可能在朋友当中 他就会讲一些大道理 给人家听 另外网友也说 这种行为 有点爱线的表现 让人家不是觉得很舒服 好 再还有第二名 是任何时间都觉得 电话在响 或是有人在叫自己 好 这个就是一个 服务业的网友 他说他是收银员 他只要听到 类似的电话铃声 他就觉得很害怕 然后感觉好像就是 工作上的压力又来了 好 以上给大家参考 那我以前工程师了 对 班老师 现在是会听到电话声 你是会唱 我现在听到电话声 就好像听到 爲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是责任制 责任制就是说 你一样有上班跟下班的时间 但是你下班了 只要公司一通电话 你必须立马处理你的业务 然后如果你处理不来的话 你就是要回公司处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只要不管是放假 还是晚上再睡觉 我常常会接到公司的来电 然后就是那个产线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 然后跟你说这个产线有问题 不会动了 然后你要处理 然后久了之后 我在放假的时候 我只要手机一响我就会 驚慌 然后就很小心 然后看一下是谁打来的 不是公司 然后才接这样子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 好 婆婆 我就会很紧张 所以我已经养成了 这个电话恐惧症 是 到现在我的手机 从来没有开过声音 永远都是震动的 所以现在你们很多人打给我 我都没有接电话 是因为我没有听到 然后后来要找我的人 都会直接找我老婆 我现在害怕电话 害怕成这个样子 这样 好可怜 所以你刚刚在里面说不要卖 不要卖是跟半导体有关吗 最近电子是杀得蛮凶的 但我跟大家讲 跌多就是最大的利多 杀越多它就会反弹 喜麦 请喜麦 喜麦 喜麦 请喜麦 他有个小小的直言兵 以前做模特的时候 我们去biting玩或是走完秀 都要帮厂商把衣服 收好 挂好 我现在包括我自己去 比如说去ZARA 试衣服的时候 试完我也是会把它再弄好 穿好 扣好这样 就很习惯性这样 真的 我在大卖场打过工 那个加插服 大插发 然后我是那种就是 整个货柜 然后货我都要整理 要搬货 摆货 货都上完之后 最后一个工作就是把货摆好 你就是有空格 你要把它拉 然后都很整齐 然后要这样对看看 全部都很整齐这样 后来我只要去买东西 尤其是买饮料 他人拿一拿 都黑白空炒 再落一层 再落一层 我就 这是 哎呀 我就 没得过 没得过 我冰箱打开 就在那边把它拉 拉很好 都很整齐 然后这样 然后店员走过来 先生 你要买什么 你好像看得有点久 我去拿泡米 我没有买买 我只是 他就没得过而已 我刚刚从打工的时候离开 特别严重 你只要 就一直做那件事情 然后你突然没有做 然后你看到你就会想做 Visor也会吧 像去逛街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要挑 然后我朋友也会挑 我自己是很习惯 就是我试完衣服 我会把它弄好 可是如果我朋友出来 他这样堆的话 我就会跟他说 你干嘛不把它遮好 或者是他裤子拿出来 这样直接丢 不是有夹制吗 你干嘛不把它夹起来 你这样人家比较方便吧 然后或者是看到 在挑衣服的当下 然后会看到很多 一叠一叠衣服 那因为我们在以前服事业 我们都会去 就是台面要整洁干净 就像那个一 折一折不是正方形嘛 然后你要对 刚好对那个桌角 就是刚好要正方形 然后里面小正方形 排好 然后只要看到一点点歪 那个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我觉得 可是我很怕就是被人家当笑 所以我就会慢慢这样过去 然后这样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 对角了 然后看起来就 很好 然后继续逛 对 继续逛 真的有这种职业病 对 我也会有职业病 因为像我之前就是很爱拍照 然后也当过模特 所以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带来大合照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跳出来说 我来 我就开始控制欲上升 知道吗 就比如说你高的人 你就坐着 然后你们怎么样 怎么站 全部人这样排好排好 在旁边挤一下 来 你的腿很短 你腿伸长 腿这样子 对 这样勾一点 我就光那一个大合照 手插腰 你这样子没有手臂线条 对 我就会控制很久 然后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 其他的一般人 他们就会觉得 我就是不能这样比叶吗 说不行 不可以 所以我光那个照片 我可能就要排合照 就取角度 我就要取很久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生气 然后像是家族旅游 我们这一个景好了 大家可能就是单纯这样 坐在这边比叶 我就会说你们好熟 不行 一定要这样子 比如说我就会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 就是你一定要各种 或是这样 就是你的脚不能碰到地板 就是我会规定他们 为什么 就是不想要 就想要画面好看 然后他们就要学我的姿势拍照 或者是一个太阳很大 但你的脚就是要这样 这样 干嘛 我不能正常拍照 不行 就是要这样 然后或者是回眸一下的时候 就是脚脚也可以垫在这里 这样 就是做任何的姿势 就是尽量不要跟一般人一样 对 所以我就会控制我的全家人这样 你爸爸也要这样 对 我会安排爸爸的姿势给他 然后有时候我拍照的时候 那边一群路人围观 然后我走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 这样拍照 就跟我一样的姿势 就是我现场教学了大家 你这个不是职业病 这是强迫症 就是职业病加强迫症 因为看到 就是我们 就像我坐着一定会忍不住这样子 而且因为摄影机在这里 这里就是要朝这里 你不可以膝盖朝这里 这样子就会脚比较长 真的 这个就也是一个强迫 那个职业病 可是 不过医生 我觉得也是有时候 要顾及病人的情绪 你有时候 不能一个 这样也会影响病人的心情 在医院 就是像如果有那种癌症的病人 就是你到底要笑还是不要笑 其实真的有时候很难 那我后来出来 我们现在是开业 诊所 我也很难 因为我们诊所比较特别 我们又有做像医美 整形这种 那我们客人大部分是女生 那面对这种女生的客人 我们一见面就要笑开心 说很漂亮 今天很漂亮 我们再让你更漂亮 那这样 那女生就开心 但是如果是男客人 我们又做男性私密 那男生进来 你太开心不行 你说 怎样啊 还好吗 那就是 你是在笑什么 我做了 你是在笑什么 他会这样 会这样吧 所以我们这种真的 我真的有时候真的会出神 就是上一个客人 我看女生 他帮她打完 玻尿酸 肉毒感觉很开心 然后可能小姐有跟我讲 下一个是谁 我没有注意听 我就门一开就说 怎么样 哈啰 然后一个男的 躺在哪里裤子已经脱了 我会想说 OK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找什么 没有 我说我找一下病例 你紧张 找什么 拍一下病例 拍子都掉了 我们以前在医院 医院就是会有不同的状况 像我那时候在常跟 刚生主治医师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 参加人家那种尾牙春酒 我有点忘了 那种聚会 不是很多大家都喝开了 喝开以后 有一个人就说 有一个那个长官说 我去上厕所 去很久 都没有回来 旁边他说奇怪 怎么不回来 就和比说大牛哥 去上厕所很久 没回来 然后大家就在那里聊 然后就说 怎么会这样 等到他一回来以后 我就马上冲过上去说 大牛哥 我跟你讲你上厕所上这么久 就是摄护线有问题 喂 你这个 就是 我这个 我有空来看我的门诊 我就这样马上找他 其实他是去多久去吐的 对 你那医生喝起来真的很恐怖 你本来是好心这样 对 我想说 上厕所很久就是 一定摄护线有问题 上不出来 搞不好人家是闭嘱 闭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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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咧 你需要情绪转换吗 很需要 你们是不是要一直很嗨 就是一早就说 不管是心情好不好都要 就是这个状态 然后有一次就是 转换得没有很好 刚好前一天真的太心情差了 理智间断了 那天学生就跟我说 他不想上课 我说 好凶喔 你第一次对同学这样 就唯一一次 就一次而已 他穿这样然后这个脸 然后叫男同学出去 男同学会开心吧 开心 那榜上还有没有哪一些那种 职业病没有揭晓的 还有最后一个 好 我们榜上荣登 第一名的这个职业病 就是工作的痕迹流满身 大伤小伤不断 就有一个这个网友就分享说 其实像是做餐饮业 不管是内场还是外场 多少都会有一些烫伤或是碰伤 另外就是还有网友说 每换一个工作 就会得一个病 比如说服饰店的店员很常 就会贫尿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做餐管的 他可能会有这个膝关节的问题 所以真的 我觉得赚钱要赚 但是这个身体健康 还是要顾一下 真的耶 各行各业其实都会 比如就像我们通告咖也是很常 很常 像很多那种这种综艺的那种 对 对 关卡 其实都是自己做的 有时候真的是会 你知道我活生生看 有一次我去上通告 然后他是要 比如说你旁边的这边 做那个引体向上 那引体向上的时候 我脚就会绑一条绳子 然后我引体向上的时候 旁边的上面挂的东西 就会往下 那一天是跟红哥 那你知道跟红哥 引体向上对他的说 所以他上去之后 然后旁边那个女人没有准备好 砰一声就打到他这边 当场就落泪 然后我们想说怎么会这么痛 因为他就包了一个红红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一看想说不对 因为他掉上去之后 透光看到 是一个板手 只是一个板手 他用红色的胶带把它缠起来 所以他是被板手打到 好痛 正中央 然后就肿起来这样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你看演员有时候要跳海 要干嘛的 所以说也不是专业的 对 有时候那个伤害可能就是一辈子 很恐怖 那个其实就差一点往生 对 因为我们个人的经验是这样 十几年前刚拍戏的时候 为了求逼真 我一定要自己来 然后我自己来 那个感觉才会是真的最真实 所以我什么东西 然后几乎每一场打戏 都是流血 然后每一个动作都自己做 然后就是都会一直受伤 直到去年我要演一个海贼 然后 因为我海贼必须全身在 自由潜水 在海里面跟鱼一样这样游 然后我在拍戏的时候 在绿岛我就想要做一个演员功课 我想要全身没有装备 在海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想要追求那个海贼的感觉 我下去的那一次 我被一个 好痛 红了四五针 然后那个伤口是爆裂开的 那时候绿岛是没有医院的 只有卫生所 然后还好卫生所的那一个 应该算医护室吧 他紧急帮我处理清创 然后缝起来 我痛到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觉得生小孩那种感觉 但人家说生小孩更痛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回去如果觉得不对劲 你要赶快再回来 因为你有可能会海洋湖峻 他没有帮你打抗生素什么的吗 他有让我吃药跟打都打了 但是他说你如果真的 有在发浓还是什么的 你要赶快处理 要不然会截肢 我超错的 所以我回了 我马上立马回台湾之后 我再清创一次 再把伤口打开 再缝第二次 所以我总共清创了三次 缝了两次 我的天 然后脚底板 然后那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能再逞强 你做任何的工作安全第一 所以现在如果有危险的动作 导演问我说 可不可以自己来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说 我怕了 我也要怕 我怕了 真的很恐怖 有剃身还是用一下 如果有的话 我曾经有一场戏是 手要被反绑 然后你跳下湖里面游泳 就是你被丢在湖中 然后你要解脱 所以你要手被反绑 跳下水 然后游 游到一半脚抽筋 然后在里面溺斃这样子 很长的一段戏 然后手真的被反绑了 所以那一个海浪知道 我们是在九孔湖 那个墙壁上满满的九孔 然后你那个浪一打上去 你就是整个人身体 去撞那个九孔 你一直在海里面撞九孔 我一直在海里面撞九孔 天哪 然后你的手是这样被反放的 你有穿防寒衣还是什么 没有 因为系服 通常女生的系服就是像这样子 薄薄的 你没有办法穿什么防寒衣 那九孔是什么感觉 很重要 九孔这样子割 九孔一直割你 我觉得你们两家 在讲不同的事情 我打得猜 他都讲人物九孔 对不对 对 九孔 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自己快死 因为他在那边这样一直打 那你那时候是溺斃了 对不对 我是溺斃的 你是尸体在撞九孔对不对 对 你没有起来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才过分 不是啦 我要讲的是认真的 我那次跳海是我也溺斃 我起来了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男主角是杨一盏 他要对我做人工呼吸 然后特写很紧 然后我是他兄弟 我溺斃 我为了救他溺斃 起来 你不要慢戏 不能死 寒流 跳海 都是寒流跳海 卡 灯蕙 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 对 你可不可以不要抖 看我心里在抖 怎么不抖 那我要抖 怎么那么抖 这真的会抖 就第一次喊卡 是因为我在抖 那怎么办 就没有 我就一直 导演 我尽量 然后就一直捏自己大腿 不能抖 我死了 不能抖 真的没有办法 辛苦 我觉得那些皮肉伤还好 我也是是旧伤 因为走秀 因为我比平常的模特儿还要矮很多 所以别人可能穿10公分 我就要穿20公分的高跟鞋 然后有一次在走秀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子 卡 断掉 拐到 拐到我当下还是赶快爬起来 继续走完那一场秀 但走完那场秀之后 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就被模特儿背去看医生 所以从此我这里就有一个旧伤 就是我很容易拐到 然后后来 我又去上了一个玩游戏的节目 他是三个人这样绑在一起 然后要从这一个平台 跳到这一个平台 第一个人跳过去了 第二个人就要赶快跳 因为要绳子绑在一起 我是第二个 所以我第二个我也跳了 第三个是一个男的 我还没有站稳 第三个就跳过来 直接压在我身上把我的脚这样 卡 坐在我的脚上 同一只脚 然后我就听到卡卡两声 我就知道我的脚断了 真断 真断了 然后我就傻眼 然后大家还在那边开心 我就过关了 然后我就一直 一直笑 笑到喊卡 那个巨蛋卡之后我就说 对不起 我真的站不起来 我当场是被推着轮椅 这样去送衣的 好痛 然后我整整一个月 没有办法走路 没有办法下床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有人帮你 帮你洗澡 帮你干嘛 一个月 然后到现在 他还是一直有一个旧伤 比如说我穿高跟鞋 没有办法再像以前走很大步了 他就是一个伤在那里 就还是有后遗症 那你现在还敢穿高跟鞋 没办法 对 对 还是要穿 对 很辛苦 你是真的有职业伤害 有 我们开刀 如果比较认真开刀医生 你开刀后面 你就会固定一个姿势 你就不会懂 所以其实你的这个 不管是颈椎 肩膀 什么都 都会长期会受到职业伤 就慢慢的会磨损 然后去年去大陆 因为扛心理一拉 结果我回来检查 我这个旋转机就断掉 就是因为他就说 我的学弟就是告诉我 因为你就是长期工作 你已经磨损到快断 我们这样找 现在找你开刀要小心 没有 我自己已经开刀就好了 有了 我好了 你看我现在手可以举到这里 是不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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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人了 你现在还有后遗症吗 还是完全好了 好了就开始复健 因为断掉会萎缩 因为我这个也是 但我不是因为工作 我是因为健身 我真的 我后来发现健身真的是 可以让你很多 这个关节什么都会变好 不是 我是说 我是因为健身所以断掉 好 自己 没有 我是因为健身 让我很多很不舒服的地方 对 也有 也有 也会 就我自己去复健 我自己去复健 但是我还要再讲一个职业伤害 是 因为我的职业造成别人的伤害 为什么 就是说因为我们 那真的不能去找他 好可怕 没有 你听一下 因为 因为就是我刚当 泌尿科医生的时候 我就是对我这个学术 我自己的学术经验 就是知识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专业的 专业 所以我哥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去机场接他 那我那时候住在台中 这个桃源机场到台中 大概两个小时车程 差不多 一开始开 就有点塞车 有点塞车也没关系 我慢慢开 就跟我哥聊天 那我哥就跟我说 我很想上厕所 我说你想上厕所 你刚刚在机场有上过厕所吗 他说有啊 我刚刚下飞机有上过厕所 我说OK 你下机场到现在 大概一个半小时 以我们制造尿液的速度 一个小时最多 100到150的豪车 所以说你现在了不起 当然是200毫升左右的尿 那这个根本没事 这是你第一次 我们叫做 膀胱的第一次尿感 这是正常 尿感 这个有专业名词 我就说没事 这不要管他 你继续跟我聊天 你等一下就忘记了 然后我就讲 继续开开 我哥就说可以 休息站 休息站 泰安休息站 我可以上去坐 我说泰安就快到台中了 你这个好不容易 现在不塞车了 我们赶快回家上 而且刚刚到现在两个小时 以一个小时尿液 制造100到150的速度 你现在了不起 400到500 这是正常的 一般人的膀胱容量 大概可以到700到800 绝对没问题 最多呢 最多可以到什么 最多到1000多 都还不会破掉 不要担心 我就跟我哥说 你不要担心 我就去看 然后我就不进休息站 硬要开回台中 等到到家的时候 我哥会重新去上厕所 我就听到他一边上厕所 我从美国回来 你连厕所都给他上 你是不是在我上厕所都不行 你这很奇怪 都过休息站 刚刚会要上 真的 今天真的好开心 真的 不过真的 这种职业病 你要瞬间抽离开来 真的 这种出酒行为 真的也不容易 对 真的 不过算是 就当于娱乐大家 这种不用太在意 对 如果我们因为工作 会造成身体伤害 或是心理伤害 那就我们汤了 就像他们这种 汤 就会造成身体伤害 对 安全第一 哥哥也都非常的辛苦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 按赞留言跟分享出去 好 谢谢大家 有尿 赶快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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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开赞吧 让你永远选这边 今晚开赞吧 让你总适配成赞 新时代 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喔 不要 不要 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